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全球化以后遇到了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互联网时代它真正的是原始的这个结构体系 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过去的这个权力啊 还有这种包括语言结构啊 包括这个系统的这种运转的方式啊 都是建立在传统的一个一个价值结构上的 那么有了互联网以后 实际上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这是大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就是个人有可能独立的获得信息 和构成自己的这个判断 然后呢 能够进行表达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儿 这是人类 有人类以后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革 你跟那个推特的发明人谈到这个问题吗 我们没有探讨这么详细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我已经谈了 我和推特的这个Jack Dorsey呢 没有谈到这个美学和政治学上的这种 跟互联网上的这种关系的问题 但主要还是谈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处境 我觉得是个困境啊 就是说当一个社会高度发展的时候 它必须依靠或者建立在一个大多数人的信息不完备 或者被遮挡 屏蔽的情况下 那么这样的社会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 我觉得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个情况 尤其对极权国家的情况是不能够很了解的 我做了一个比喻在和这个Hiton Miller的谈话中 我就说 大多数人都说 哦 极权 极权是怎么回事 我说 这就像你说下雨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不好表述的 你就站在雨中 你知道下雨是怎么回事 它是一个全面的信息和全面的这种状态 这个所有的困境不是一个完全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述出来的 所以中国这个状态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 当我说中国没有最大的几个国际上的互联网平台的时候 所有人都很吃惊 那么我说中国也没有推特 也没有这个CNN的时候 就作为西方人是不太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为什么会没有 那么我说 哦 那么你看很多哪些国家没有吧 北朝鲜没有 伊朗没有 古巴没有 我觉得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 就是说什么样的政权需要维护自己的统治 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或者所有人的 这个失去他们的行为能力 失去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权利 那么这样的政府如果我们不称之为罪恶的 那就没有罪恶的政府了 你这样直接的批评政府 你不觉得对自己有威胁吗 这个问题我已不断地回答 因为西方人也不断地问 说你这样批评会不会威胁 我有几个问题 我就要回答的 我说实际上我们是 从来是生活在威胁之中 这个威胁已经伤害到我们生活的一些 最基本的情 这个权益 情感 行为方式 我们对自己的判断 对未来的看法 这种威胁还不够大吗 难道只有把我放到监狱里 才叫威胁吗 只有一拳打到我头上的时候才叫威胁吗 因为我说过 人又不是一个猪 只有刀架的脖子上才叫威胁 我们的处境就已经是威胁 第二我说 如果我不这样说 这个威胁仍然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威胁呢 是只是 更多的是体现在我的邻居 我的朋友 或者我不认识的一些人身上 但是我希望通过我这样说呢 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去说 我说多一个人说呢 我威胁少了一半 一百个人说呢 我威胁是百分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账是很容易算得清的 米勒怎么回应你 米勒她是很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性 她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人 那么曾经受到这个 罗马尼亚的那种 安全机构的威胁 跟这种调查 和这情况一样 我记得在她的一个文章里 她提到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罗马尼亚的安全系统 希望发展她成为现任 她说了一句话说 我不能那样做 因为那不是我的character 就是不是我 我这个人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这样做了 我就没了 我这个人就等于不存在了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坚定的 反极权主义者 在她的每次谈话里面 都在谈这个问题 因为她说 我们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在谈话 我写作是因为 我在为那些死去的人在写 她是非常清楚的 这么一个女性 别的东西改变不了她 荣誉或者是地位 都不可能改变她的 这一点我觉得一个 一个很了不起 就是她拒绝去放弃 拒绝去遗忘 然后拒绝去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记忆和这个坚持 是很痛苦的事情 反极权在世界上 不是一个 一个热门的时尚的话题 没有人愿意老去提起这些 所谓的个人都不信 或者包括一个族群都不信 对不对 因为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状态下 他倒是 他倒是 Miller倒是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 推特 互联网也好 是不是你们都过大了 他强调了 或者甚至夸张了他的 他的这么一个能力 他想到的是 伊朗发生的革命中 年轻人都用它 那么政府最后是非常傲慢的 该抓抓 该杀杀 他说的一半是对的 我觉得他说的一半是对的 简单的这种 从认知上面 来完成对这样的政府 或这样的一个当政者的这么一个声讨 是不能够完成整个社会的变革的 他当然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跟进 但是呢 那我说 如果我们在一个黑的屋子里 我们只有这个蜡烛的时候 我们会一定点起这个蜡烛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可能 那么这是中国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最近想法 你也跟国宝说过 你说最近国宝来找你 嗯 我和他们有交往